都是我们的功德 你要这样想 什么样的术 就是做不一样的功德 放生焉供 帮助老人 供养生且 忏悔诵经念佛 虽然你发了一个正确的心 你没有功德 没有智慧的功德 没有福报的功德 你不可能成佛 所以最后才能够 来 愿成佛道 普度众生 好不好 所以再背一次 慈悲如大海 各位要背哦 观想 你的悲心 有没有骗一切处 慈悲如大海 信心如阳光 菩提如高山 智慧如虚空 精进如风 忍入如大地 功德如树林 愿成佛道 普度众生 欧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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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我的早课 因为我没有时间 像各位这样 念了很多 能演奏大悲仇 但是我每天都会 让自己思维一下 进入生命 慈悲才是我们的生命 菩提心才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没关系 什么时候死不知道 事情要发生什么不知道 今天你什么时候要被抛弃不知道 今天你什么时候要被开除不知道 但是生命是什么 法 佛法 菩提心 千万不要认为我被侮辱了 现在你头被砍掉了 没有 你砍的是我的肉体 没有砍到我的菩提心 今天你的总经理的位置被干掉了 没有问题 慈悲心才是我的生命 你要抓对对象 你不要抓错对象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今天你爱一个女人 爱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死了 你的爱心不能死 你爱你独生子的爱 就爱全世界的众生 那就对了 你千万不要把你爱 跟你小孩死了 把他埋葬了 重点在于付出 重点不在于看到他 但是世间人的爱 他就想要抓住对方 所以很痛苦 他不能接受变化 所以各位不要一直找痛苦 我发现很多人很敢冒险 那么苦的事情你也去干 所以 但是你明明有这个 有这个丰富的感情 慈悲心 你要骗一切处 当然 你可以以爱你儿子的方法 去爱众生 但是不是卡在儿子身上 所以你要用空性 儿子只是一个空气一样 他只是一个幻化的 暂时的存在 借由他去爱众生 可以 借由爱父母 孝顺父母去孝顺众生 所以我这样讲一讲 各位 不要不慈悲的 不要直接间接 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或生命 这样而已 就是我们放生的目的 我们做焉共的目的 我们做甘露事实的目的 佛教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给众生欢喜 让众生离苦 唯有这个而已 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责任 没有别的意义可言 所以就像老儿上说 我没有什么法好说 反正我说的就是 词别念佛这样 所以 当然我们抓住重点了 我们用这样的心 去做每一件事情 去承担一切 不过我还在讲一次 为了要保持悲心 你永远要在受苦的状态 在苦里面生活 在苦里面你才可以用空性 不然你不想要修空性 你会把空性当作一种知识 跟人家这边变来变去 高来高去 因为太痛苦了 就像我们身体盯了几万只的盯子 然后每个盯子都烤得红红的 真苦 那那个时候你只能思维空性 没有我在受苦 一切都是幻化的 痛苦也好 身体也好 都是如幻如化的 你要一直思维这个 如果你不思维这个 你就会 你会崩溃的 你会自杀的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幻化 万法必尽空 念一下 是诸法空相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的确定 一切的 不管你是爱情啊 身体啊 事业啊 修行啊 寺庙啊 宗教啊 一切诸法都是空无之行的 没有一个存在的现象 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 真实的存在 都是虚幻的 就像空气一样 所以鸟飞过去了 它没有痕迹了 所以 那你要一直一直这样 去思维这个幻化 所以 但是因为思维这个空性 生起悲心 你知道别人却不知道 众生都不知道 众生在追求有得到 所以 但是 但是你没有苦 修学大秤佛教 如果排斥痛苦 那你会走入小乘的解脱道 所以修学大秤佛教 希望各位多到海边 多去市场 去看他们的苦 都在屠宰场 那个时候你生起悲心 你会哭 你会受不了 但是那个时候你要安住 我只能来救他们 这个时候不能为我自己想 为我自己想 我会怕 这些血 像有一次他们带我去一个 专门在 那个死掉的尸体 把它烧一烧 然后就给它扒皮 然后做成饲料 这样 我进去就想要吐了 然后地上踏的都是那些骨头 然后血 然后他们的肉被煮了 变成还有肉的味道 所以 但是当然他们都 师父不要去 不要去 走吧 我走你们就要走 我走你们不走 我们继续念了 念了都很痛苦 不知道吃了多少 因为那个时候 只能为他们念走 撒一点甘露水 因为他们太痛苦 连死都还在被虐待的 然后再给它做成一个饲料肉松 然后再去喂他们同主的动物 这样 那这人类的想法就是赚钱 但是 但是各位 我们就在那种状态 千万不要说 我跑到海边 空气很好 你不知道那尸体有多少 那海出轨在那边 百千万亿晒着钥匙要火 上面火 下面岩栓 所以 那你要这样看到世间的真相 所以这个世间 不要追求快乐 过年到了 大家都信念快乐 这个快乐是代表 他能够听闻活法 不然他没办法快乐 快乐是要在这个世间里面 要超越世间 所以念一下 以出世的心 做入世的关怀 所以虽然活在这个世间 很苦 但是我们要觉得没有个我 只有对方 但是赶快去老人院 去顾尾院 去任何地方去救苦救 这佛教讲 我们的空性悲心 如莲花 长在这个五浊二世里面 不染一切 却展现一切 念一下 因无所住 而生起心 好 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只是告诉各位 每一次我要做甘露诗诗 做拜佛 做一个小小的读心经 我之前我都会做这些思维 因为 有这些一个正确发心的思维 叫前行 前行就是大悲心 菩提心 然后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就很认真的 安住在空性 不退转 最后 把这样圆满的修行的方法 回向给澳洲 回向给法界众生 这样 哪怕你念阿弥陀佛 念欧玛丽变灭 做个小小的阉供 修一个仪轨 你都要 每一次都保持如此 才不要浪费 你千万不要说 我修一万遍了 我修两万遍了 然后完全没有修两万遍 悲心的那种状况 没有两万次 菩提心的状态 那就会非常浪费 所以很谢谢各位 坐在这边 听我谁谁量 谁谁量 但是没有这个对劲 我就念不出我的心态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对劲 想到众生的苦 想到余力的苦 各位我们苦不苦啊 苦啊 苦啊 所以现在有人叫我祝念 我就会这边眼睛闭起来 想着他的苦 想到自己掉掉眼泪 很苦很苦 然后我才帮他 开始做一点点祝念 所以因为我不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 甚至愿意承担对方的苦 这个祝念只会让我产生 再一次的骄傲来杀伤了自己 我很温恋 我把他超度了 对我没帮助 所以每一次都是 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每一次都在那种疾苦的状态 来帮助对方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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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用尽各种方法 用尽各种方法 有时候我讲电话 讲了一两个钟头 就是希望对方吃一点素 我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希望对方体悟到这个动力 我也不能说 那我干脆去演讲 我干嘛跟一个人讲话 或这个人讲话 或跟他解释老半天 但是佛经教说 我们不能舍弃众生 既然他不认识你 来问你这个事情了 你也看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你要花一点时间跟他解释 跟他观修 跟他回向 因为 我告诉跟你 找到你的都跟你有缘 甚至是你的父母子女 可能你不认识他 但是他找到你 所以要 要用最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生起这样一个 正确的动机 发心 所以众生 你只要用一个 一个接近空性的悲心 他完全听得懂 他完全听得懂 一花一草一木都会听得懂 只要你没有不好的动机 他就听得懂 所以各位要这样去想 包括五行的众生 以一个正确的 大乘的悲心 来这样 修行一天 这样就可以 等于叫 辞灾 除罪 等一下 一千节 希望 所有众生 不是自己除灾 除罪 是当愿众生 消除罪业一千节 好吗 乃至他没消除 我们来承担他一千节的罪业 痛苦 这就是阿弥陀佛 这就是地藏菩萨 你念他的名字 你的罪业他承担 他消除你的罪业 这就是每一个佛教 私无畏者 他接受众生所有的苦难 我们要用这种 大乘的心态来修行 所以在念是 南无卢神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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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四字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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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字菩萨 永远把他父母的骨灰放在头顶 一定要让他父母成佛 他才成佛 所以大四字菩萨 永远额头在放光 也因为他这样的力量 他成为大四字菩萨 也叫金刚手菩萨 这个世界最大的痛苦 包括地狱的洞 要把它盖起来 金刚手菩萨 只要手一放 大四字菩萨脚一踏 那个三恶道全部合起来 所以叫大四字菩萨 所以你想到三恶道 你就念 南无大四字菩萨 南无金刚手菩萨 那是他的咒语 那这三恶道就脱离痛苦 然后大四字菩萨 还接引他去极乐世界 所以大四字菩萨 手上拿莲花 观音菩萨手上拿甘露 所以对大四字菩萨而言 每一个众生 都是他头顶上的父母 对观音菩萨而言 每一个众生 都是他头顶上的阿弥陀佛 所以观音菩萨 宁可在这个轮回痛苦里面 带着我们念佛 替我们受苦受难 就希望带我们去净土 最后成就他的国位 成就阿弥陀佛的国位 所以对观音菩萨来讲 每一个众生 受苦的众生 都是他头顶的佛陀 头顶的丧师 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认为你有师父 如果你认为你有丧师 请你对你丧师跟师父的使用 去对待最可怜最悲贱的人 千万不要骄傲 以自己丧师为主 看不起别人 你要尊敬各种宗教 你要尊敬各种神明 千万不要一种邪见去拜丧师 这样就没有修行的意义 所以每一个佛成佛叫我们拜 他就希望我们对待众生如佛陀 尊重尘世众生如佛陀 这叫横顺众生 千万不要颠倒 这个才了解真正的佛法 把所有众生一直放在我们头顶 就像供养佛陀 供养上师 供养父母一样 那这样来念经才有意义 好 有水的喷喷水 各位最好学我不要懒惰 走到哪里拿一瓶水 你们可以拿小瓶一点 现在女孩子的化妆水 多小一瓶 去去去去这样 所以那时候你就可以撒甘露 因为他们很可怜 佛陀说的 佛陀说的 只要有太阳的地方 你一定要对太阳撒水 因为这个水晶光 就可以让他们这些恶鬼道 咽口鬼的火 不会再烧他们的脸 烧他们的身体 太慈悲了 你想到这个 你每天都要撒撒水 撒在大火地狱 撒在干旱缺水的地方 撒在恶鬼城 恶鬼城连水的名字都没听过 不要说碰到水 连水的名字 有一位罗汉 他撑阿罗汉以后 他说我想要在每一道去看 然后他就跑到恶鬼道 恶鬼城 恶鬼城是离地底 一般讲是40公里 或是160公里的地下 打开 全部被关在里面 在世间流行的这些 孤婚野鬼还算福报的 然后他就跑到恶鬼城以后 那边没水 他想 哇口渴了 水在哪里 他光一个念头 水在哪里 所有恶鬼都冲出来 既然听到水的名字 他们就冲出来了 他就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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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冲出来了 感谢观看